过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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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您快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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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您包两天了啊 对对对 老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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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多整几个啊 哎呀 两天两夜 累得我是实在站不住了 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 侧溜一下 转到人家座废底下 一睁眼 老家了 等于睡了一度地卧铺 没花钱 挺好的 行了 行了 嗯 我收拾吧 你 陪爸说说话去 你啊 你去给你爸按摩按摩那腿 你看他那腿都整成什么样呢 对了 爸 您这假领子啊 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啊 好 好 这孩子做这个 他妈 咋了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 你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 你看你妈讲那衣服呢 东北 回来了 东北呀 你那厕所上来习惯吗 习惯 习惯 你有啥不习惯的 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 在他们知情点儿 终于安当厕所 真的呀 那都什么时候老皇帝了 那我们现在的厕所 修得可好了 是郝主任上任以后 办的好多大事里边 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 那郝主任 这 东北呀 现在是村里的父女主任 村里人一件都叫郝主任 郝主任 一直都干得特别好 之前就是因为受她爸妈牵连 他爸妈一平反 那大队马上介绍她入党 让她当父女主任 好 明依啊 明依啊 这来信怎么不说啊 就是 你这还嘞 当面跟你们说 看你们反应呗 你这 东北 嗯 你爸 你妈现在是 恢复工作了吧 他们还没呢 没事 跟你爸妈说 啥事都没有 就是 行 你们在这说话 我收拾那东西去 他妈 看看我能帮你干点啥 不用啊 你干啥活啊 你爸给捏了这 来 爸 来 他爸呀 他晚上咋睡啊 炳衣个都没睡这儿 咱们咋睡那边 他能不能都在这儿啊 炳衣六九年走了以后 这不同一回回来吗 晚上好说说话啊 哎呀 我能接受 东北能接受吗 时间不早了 洗洗睡吧 炳衣啊 哎 你和东北睡这屋 我们三个睡那边 那 你们睡得惯床吗 哎呀 甭管我们了 是 东北啊 哎 妈 这些被褥啊 都是妈拆洗过的 你看这两个枕筋还是新的呢 谢谢妈 那行 今天你们睡这儿啊 我 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谁 我帮你拿 来 我来 我来 帮你拿 帮你拿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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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我 行了 好了 还是丙坤有办法 直接拿桶来泡 解房 还舒服 你看 就说把丙坤留在家里 是对了 比我心细 比周融安分 你想把我妈照顾得多好 那可以 丙坤 哥 谢谢你啊 替我和你姐进校了 这可有啥我谢的呀 这不应该的吗 老人妈 你哼啥呀 对我不满意啊 哼啥 有句老话咋说来的 叫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你说说你都多大啊 也不谈个对象 我都急死了 丙坤 你这不找啊 还是找不到啊 你儿子这条件 想找还找不到啊 丙坤啊 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我年轻时候啊 那不少人都说 我要扮上武生 那就是周瑜 赵云 姜维 这马超这一类的 绝对没问题 武生都可以的 爸 你李逵都行 李逵是化脸了呀 不是 你这 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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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好的都随你 孩子不好都随我 行了吧 他说说孩子的事 怎么又拐你身上去了 行行行行 说你宝贝儿子 好吧 不说我 你们都回来了啊 这我得告告状 那春样 您记得吧 怎么不知道 老乔家的三丫头吗 乔 那个春样啊 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 这知根知底的 再说了咱这光字片 除了咱家周蓉 也就春样有没有样的 人家一家人啊 那把他稀罕的呀 你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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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人姑娘就给卷了 那春样现在 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 那小小啊 虎头虎脑的 小嘴巴巴的 见着我就喇喇喇喇喇 要不叫他 行行行行 说正事吧 好 正事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 都打光棍呢 没有对象 没对象 怎么的 除了乔春样 这 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反正乔春样都是 师里的三八红旗手了 马上就要封房子了 她就是仙女能怎么的 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 孩子都有了 你老说老说老说这个话 有意思吗 禀官啊 挣口气 找一个比乔春样还好的姑娘 堵住你妈这张嘴 真是你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的 就是人品也好 脾气秉性也好 长得还好看 比春样也反正好看 真的呀 儿子 那 那后门你们去跟人家见见啥 咋回事啊 禀官 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 把人带来呀 对呀 让我们大家给你那些参谋参谋 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 那咱们就就就马上定了 这样我们在走的时候 不就放心了吗 坤 坤 坤 大家干啥的呀 干啥 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 干啥跟这个事有关系吗 咋没关系呢 那低负反话又怎么办呢 我不管政治的 我告诉你 身边有例子 冯化城这不都平反了吗 东梅他爸和他妈 这也都快平反了 也已经平反了 刚说完您就忘了 你看看 已经平反了吗 丙坤 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的那姑娘 对呀 这 也不算是姑娘了 你这傻小子 什么叫不算姑娘啊 你这什么话这叫 就是 就是 带个孩子 还带个忙着人的弟弟 带一个孩子 孩子他爸谁呀 孩子爸死了 那 那 那就是寡妇呗 啊 是不是寡妇啊 混蛋呢你 你干啥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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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她 谁不要管她 哎呀 不想话了你 哪有正经小伙子 就去找寡妇搞对象的 谁跟你牵线扎桥 他也是混蛋 他明白着没安好心想坑你 如果是你朋友 要跟他绝交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我干啥呀就是 嘎就给一交 我 我不开玩笑是吗 我开玩笑呢 开玩笑呢 开玩笑呢爸 你也是 拿这种事跟爸妈开玩笑 妈一天老催我呀 妈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 你看你爸把你踹的 磕上脑袋呢 没 没事 这有个包围 你看你把孩子踹的 再上医院看看你吧 不能看 妈 这 我有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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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事 这没事啊 你真一醒 你看 没事 妈 没事啊 我先找点药去 不行 爸 爸 这也叫嫂子 爸 谢谢 来 您可以 干啥呀 袁冠 睡了吗 还生过气呢 当不上你气吗 自打你进了家门 孩子一刻都没停歇 断茶送水 买菜做饭 粥粥倒倒的 人家一吃完饭一撂宽 人家不会给你烧水去了 知道你这一路上 腿和脚都肿了 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个脚吧 你看你这一脚丫子踹 你差点把他给踹死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 跟你没完活 你干啥呀 我不想跟你一块 想跟丙毅说话就说话 你拿我当什么借口 你今天刚回来 丙毅也刚回来 我为啥愿意跟丙毅说话 不愿意跟你说呀 周志刚同志 我觉得你要好好地做做自我批评 好好想想 不 我 别闹着 别人 哎呀 谢谢大家